台股氣勢如紅 日K連四紅 中場上漲50點 收在15914點 創下9個月以來的新高 台股突破15900點 關卡成交金額超過2600億元 三大法人同步站在買方 合計買超約158億元 其中外資已經連續三天回補台股 台幣的一個走勢 最近都是呈現升值的狀況 這是熱錢流入台股的一個跡象 外資大買 推升的大盤指數 已經逼近了萬六大關 那資金的部分 在各個族群裡面輪流點火 指標股台積電小漲一塊錢 而輝達持續帶動AI相關族群起飛 伺服氣場營運有望受惠 包括鴻海 廣達等呈現上漲的態勢 低潤族群南亞科 以及華邦店都呈現上漲 除了概念股也表現突出東元標漲停 市場預期這一波的一個升息循環 應該已經接近尾聲 所以這個資金的一個部分 它就提前卡位受到利率影響比較大的一些消費電子的一個產業 觀光類股也獲資金青睞 美食KY八方雲幾股價漲幅都超過百分之五 看到觀光股的殖利率之王 前兩名則由K哥雙雄錢櫃好樂迪包辦殖利率逼近百分之五 不過分析師提醒投資人布局物追高 因為肋股輪動快速 隨著台幣強身吸引外資偏多操作 台股下週有望挑戰萬六大關 三立新聞楊超成李文科台幣報導 clea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